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你这已经进入到这个高中毕业了 15年不涨 那说明你才是大师级别 其实在澳洲买公寓确实很难升值 因为大部分的澳洲人口呢还是居住在house里面 我们有个钱呢也是需要升级到house里面 house的市场呢到今天为止非常的火热 哪怕经过疫情 经过加息 悉尼的house的价值还一直往上涨 但是为什么今天为止有很多人开始有一些反思呢 就是在明心自问说到底悉尼的house值不值得买 到底应不应该继续投资悉尼的house 也许资助我们可以勉强上车 投资house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house雇佣制宜啊翻译成中文就是别墅 那为什么大家觉得买house不像以前那么轻松 为什么觉得大家买house觉得说在投资house要考虑考虑呢 其实我分析了一下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house的价格比较贵一些 如果今天我们华人想买自己喜欢的一个house 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要四房五房 最好是双层 楼下都是活动空间 有这种会客室有这个餐厅有厨房 楼上是四到五个睡房 满足我们这种需求的house最起码也要两百万以上出头 而且呢这种house我们还不单纯只是买到这样的面积 这样的户型 我们还希望它在学区里面啊 那我们华人喜欢的是所谓Golden Kiara 那就不用说 基本三到四都很正常 去山区买个入门级别的话 两百万以上那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实际上在上周的时候啊 在Balking Hill Chriswood的双学区里面啊 有的单层的house已经刚刚价格就已经达到245万 我觉得算是刷新啊 这种类型坊子一个机构啊 所以现在的house非常的贵啊 它的这个可负担性比我们以前差的越来越远了 以前的时候我们当时看到house的价格总觉得在咱两年前 再看看市场会不会跌 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能够得着这个house 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涨的速度超过我们想象了 是不是 两百万的house轻松涨百分之十 那就是二十万上去 那我们的薪水能不能涨到百分之十呢 我们今年挣二十万 明年能不能挣二十二万呢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它的薪水一年都涨到百分之十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house现在越越贵了 我们华人觉得买不起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还款问题 我们现在从2020年五月份开始 我们到今天为止总共有13次加息 我们的利息从最开始的百分之二变成了百分之六 整整是翻了大概三倍 那这造成了什么结果呢 我们哪怕买一个两百万入门级的house 贷款一百八十万 按照现在百分之六的利息算 很多人还拿不到百分之六的利息 自助防本息同还 我们每个月还款要还 当年一万一千块钱 大家知道一万一千块钱是什么概念的 如果你税前收入是二十万 你打完税之后 你每个月的盈余的话就是一万块钱 打完税之后二十万的税后收入是十二万 你一个二十万的税前收入 最后打完税之后 你所有的钱都要去还一个两百万左右house的贷款 然后你的家庭的所有生活开支 就靠另一半去补充 那我们想象一下 在我们华人家庭当中 双职工很普遍 普遍的收入加在一起 combine在一起 我觉得是三十万左右 其中一个人的二十万收入 全部拿去去还贷款 另外一个人十万的收入 他的盈余大概是每年六万块钱 六万多吧 大概就每个星期剩一千块钱 你一家老小就要靠这一千块钱活着 那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第三点house打理的比较多一些 这是很多人诟病的一点 尤其是我们现在喜欢的那些上北的house 当house面积特别大的时候 他会有游泳池 然后他会有很多的树 然后会飘开树叶 所以你每天要除草 你要打理游泳池 你还要清理那些树叶 有的时候还有各种小动物会跑进来 所以很多人是苦不堪言 他觉得就这个house资助 我还可以忍受 如果投资我就更忍受不了 你想象一下 每次要把你投资house拿出去做开放 你都要找一个园丁去检检树叶 找一个人清理一个游泳池 想想投的大 就好像一个人 他自己养孩子很困难 他自己的亲生孩子 他就觉得好烦 这时候你跟他说你愿意找一个养子 找一个别人生的孩子让你去养 第四点 大家觉得house租金不是特别好 你一个可能两三百万的房子 你租金可能就租一千出头 每年买完之后 每年都在贴钱 一贴就贴个四五万 感觉就说本身还款压力很大 再加上租金再不好 这个贴钱贴不起 是不是 你自己比如说买个house 你一年的话 要拿个大概税前二十万收入去买 然后再买个投资house 每年需要租金又贴四五万 我又不是李嘉诚 我怎么能买得起house呢 所以言而总之总而言之 以上四条是很多人在网上反思 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投资house的一个根本原因 然后的话 我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 投资house应该还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出股 首先在国内 就是一些自媒体上 或者是一些公开的网上的文章上 经常说一件事情 就是在中国上大学 是一件没有出股的事情 就是说现在有的人说 你看北大毕业的 他还是去杀猪卖猪肉 你清华毕业的 可能还是去给人打工 挣了大概七八千块钱 还是买不起北京的房子 所以人家说清华北大还不如胆辣 这是王金龄讲的一句话 但是大家明白一件事情 对于一个普通来说 在国内的普通来说 你没有关系 没有背景 你其实上大学 可能是一个 目前来讲 还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出物 考入这个985211 同样道理 我们归根结底 普通人想要翻身 如果你父母不姓马 不姓王 对不对 你不是红二代红三代 你想翻身 在澳洲的话 你要不就是你创业 要不就是你投资 要不你打工 混到CEO 我问一下大家的来讲的话 这三条路的话 你觉得在一个白人社会里 我们华人历代移民 你在一个大的企业里面 混成CEO 甚至中层以上管理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就是 如果是创业 大家觉得我们在澳洲 在这么高的税收情况下 企业的税收这么重 请人这么困难 人工成本这么高 你去把这个企业做强做大 做成上市企业 最后让你财富自由 你觉得这个概率大不大 我们90%的华人 都是做点小生意 挣点流水 挣点现金流 然后就是得以保富 你觉得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做强做大大不大 然后到投资 你觉得你能成为巴菲特的概率大不大 你自己能就炒股 炒到把10万变成百万 变成千万的可能性大不大 最后就只剩一条股 就是买房 你挣了钱之后 你就拿这个钱去买house 然后等着它升值 等着它去翻倍 所以在所有我们普通人 能接触到所有的渠道当中 house的门槛确实比以前高了 还款压力确实比以前大了 然后的话 养房的成本确实比以前多了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目前来讲 还是唯一一条最稳健 能保证我们去致富的道路 从概率的角度来讲 从这个英文叫propability 这个概率角度来讲 我们普通人买house 还是最稳赢 最稳健的一条股 比你创业 比你投资股票 比你去什么打工混成CEO 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 当然如果你能真能混成CEO 你真能去炒股炒上巴菲特 你真能开生意开得很大 这任何一条 它的上限都是远远大于你买house的 但是它的概率 是远远低于买house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很多人讲说 这个house呢 它的还款压力比较大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悉尼买房 做买房投资 靠的从来不是挣钱紧油 你去坎培嘎 你去PERS 你去春州 你去很多这些其他的外省外州的城市 他买房你永远是看现金流了 为什么 因为看现金流的GIF 普遍增值是比较慢的 今天像我刚刚有对坎培嘎的夫妇 找我做咨询 坎培嘎的蓝筹G段 20年可能涨了两倍 但是他发现在悉尼 悉尼的蓝筹G段 20年涨了三倍 甚至四倍 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悉尼的话 它虽然是负现金流 但是它增值比较快 它为什么负现金流增值比较快呢 不是因为负现金流和增值挂什么等号 是因为它增值很快了 它的租金追不上这个升值 才会造成负现金流 你去那些增值很慢的区域 在悉尼 比如说那个Fairfield的公寓 它40万的公寓 它租金400多块钱 剩500块钱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这些公寓 20年剩25年才翻一倍 所以它的租金增值的速度 是大于它的房价增值的速度 所以说它会形成一个正现金流 所以在悉尼的游戏规则 一向都是负现金流 你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好 它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只是因为在加息的期间 我们的这个困难加大 但是你想 就正因为你困难加大 那很多区域的房子 你可能还能入手 还能买到 那说不定 那也是这个原因 对不对 然后第三点 关于悉尼House门槛 我还想指出一点 就是大家知道 东区的房产是一直稳步增长 我在2021年的时候 看到东区的房产 可能我酷死 一个刚能入门级的房子 能看到悉尼三宝 这个什么悉尼歌剧院 悉尼塔 然后悉尼大桥 远远的旺区 它的入门价是750万 但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已经是天价了 但是到今天为止 这个价格可能是1000万 而且你还买不到 那我想问大家一句话 你去东区 你会去买房子 你会指望说 东区的房子能够 挣线金流吗 你不会指望这件事情 你会去东区说 这个东区的房子 它是有什么泡沫吗 你也不会认为事情 东区的房子 它会一直涨上去 它只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因为你也不敢奢求 你也不敢去想这个事情 那同样的道理 新你的房子 未来的话 它会分级 尤其是带学区的房子 它会成为富人的专利产品 你普通人可能就住不了这个东西 就像你自己 在你的人生规划当中 你从来不会想说 我这辈子要住在东区买个房子 因为这个价格太贵了 你就觉得这个就是 你有1000万 你可能是财富自由 但是对于普通来说 你有财富自由 但你拿着1000万 买了东区房子之后 你一分钱不剩 而且你还要开始付 汤索瑞的这个水费电费 你发现你就一分钱没有 这东西 所以你不敢想这个事情 我觉得到未来的话 悉尼的house 它就不是给普通人住的事情 你知道吧 就像这个悉尼的商铺 商业地产的工厂 它涨得也很好 它十年 它也能翻一到两倍 但是你为啥不去说它泡沫吗 你为啥不去抱怨 你买不起呢 你为啥不说 这个悉尼的工厂 它贷款只能贷60% 是不是 这个谁能买得起 贷款年限只有15年 谁能就是还得起 这个压力多大啊 它不适合我们普通人 对不起 它本身 它就不是给普通人准备的 这东西 悉尼的house 在学区的house 双学区house 四房五房这种house 它就不属于普通人 未来之后的话 其实只要你愿意牺牲升职 对不对 你住公寓 你照样可以住 你愿意牺牲升职 你去那种很远的地区 比如说Talabang 去买个两三百平的house 跟个townhouse差不多 它也是house 或者你去leppington 你去所谓的tombo town那边 它没有学区 离市区很远 是不是 然后的话 那边总是出现house 你愿意牺牲升职 你愿意牺牲面积 你愿意买小土地 你总是能买得到 或者你去什么open中东区 你也能买得到这东西 对不对 你现在问题是 我们买不起 我们抱怨的话 我们抱怨的是四房五房 在学区的house 你想要别人想要 这东西 你抱怨买不起是你的问题 它不是说这个社会的问题 这个资源它就这么多 但是就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也目定了 这种类型的房 它未来它就一定会升职的 这是我跟大家产明的事情 对不对 你这个东西的话 你要想买便宜的house 你去里看本 你也能买得到 或者之后 还是那句话 你去买那种小的house land的package 现在house land的package 已经切割成200平了 未来切割成100平 它也是house产权呀 或者你去买duplex 对不对 你去那个Handbury Bonson Console 买个全新的duplex 它130万 它也是house产权 它不就是升职不好吗 可能十年 它可能就涨了20% 对不对 所以的话就是说 house它的稀缺性在这里 它的价格它就是贵 很多人抱怨这个house贵呀 那还有一点的话 很多原因就是啥呢 就是它现在来讲的话 就为什么很多人 他以前觉得买house很容易呢 是因为以前的时候利息低 再加上呢 以前国内的房产能卖得掉 那现在国内的房产卖不掉了 所以没有加工支持了 自己是真刀真枪去养了 所以就贵了 但是这一点的 还是阐明了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house未来的话 它就慢慢 它只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人 跟普通老百姓 它就是没有关系 但这种话说出来 就会让人很愤怒 但是确实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还是那句话 买那些没有学区的house 小学学区不好 中学学区不好 但是它的价格就会便宜很多 甚至你买一个主屋的house 这个区可能是300万的房 你买到主屋可能就180万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能升值的house 一定是占有稀缺资源的house 我们回答一开始 我们讲的这个节目的一个问题 就是house适不适合投资 我还是那句话 悉尼的house 尤其是四房五房的house 它过去 现在未来都适合投资 只是它越来越不适合 普通人去投资 它的话对普通人门槛 这扇门正在完全不断的关闭 我是希望您能尽早上车 因为一旦这个门关上以后 普通人没有其他方面 能在大概率上 让我们一定拿到回报的东西 有的人说 你去买公寓 现金流好 但是我们都知道公寓不怎么升值 为什么 因为很多公寓的区域 它总是有不断的supply出现 你买在波露 波露附近的区域 home bush 都有一大堆的公寓 还有的人去玩一些什么文字游戏 什么叫文字游戏 就是他有的时候会找银行的评估 他买个公寓可能是80万 银行评估评估到95万 然后最后就一下能套出15万 就跟人说 你看我公寓能升值 但是问题是 我们都知道 有些银行的评估 它是高于实际能卖出的价格 因为有些银行 它是电子评估 对不对 你实际上来讲 前段时间我给那个parmata 一个房子评估 一个公寓 它评估到95万 但是我知道 他如果他真的拿到市场卖 他最多就卖个大概80万出头 根本就卖不到95万 但是银行就评估这么高 如果是有人别有用心 拿着估价报告 那他就可以给你回销视频说 你看我这房子 我这房子估到95万 我这house还是升值的 对不对 这就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什么 我们普通人的话 就是说 西尼的house能这么贵 除了外来移民以外的话 还有一点 很多人在西尼赚到钱 我们争取让自己变得不普通 只有我们不是普通人 我们才能接触到 不是普通人投资 不是普通人能投资产品 才会给我们不普通的一个回报 这是很绕口 但是这个实话 而且house的话 它的价格越高 说明它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这么多需求呢 是因为我们开放了对印度的移民 印度的越来越多的移民过 印度人生了很多孩子 他们需要四房到五房 然后的话 开放了新西兰的图照 就是新西兰人待四年 可以拿到澳洲身份 那很多在新西兰住大房子出惯 他们也需要house 而这种四房五房的话 我们现在目前没有PP 实际上你去买公寓的话 公寓现在哪有什么四房五房的公寓 你townhouse很少都有四房五房的 非常少 而且有一点你要明白什么 就是你问很多人 那他说他不想住 他四房的house太贵太困难 那你就跟他说 比如说你在Straffio 买一个四房的house 你可能要三百多万 你去Straffio买两个两房的公寓 每个都八十多万 一个左边一个右边 你跟他说你可不可以不住house 当然不行 他肯定不敢这么安排 对不对 你就跟他说一个楼 你买两个公寓都是两房的 是不是 你这空间面积 可能就跟house差不多 你要不试试 那肯定没有人去这么做 house给我们的空间感 满足我们的需求 目前是公寓 还有townhouse都是满足不了的 而且现在的话 你看我们在西区的话 就是在西区的郊区 建了很多的houseland package 原本就是为了满足住house人需求 但是那些土力都很小 都是两三百平 真是在那个区买500平 或700平的houseland 他在西区的价格也不便宜 你可能boxio 你买个700平的话 都要大概快接近200了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我对house的意见 还是一句话 他可能不适合普通人投资 但是他依然会过去 现在未来 他会保持一个稳定的回报 如果你想从概率上 找到一个稳赢的物 那我觉得在西区买house 仍然是一条物 他的成功的概率是大于你去创业 大于你去投资股票 大于你去成为什么打工皇帝 当然了 就是其他三者的上限 是远远大于house 对不对 你house还款能力会受限制 贷款能力受限制 各方面都会受限制 但是他的成功率 是远远大过任何事情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普通人奴隶后 改变自己命运最好的一个阶级 很多人挣了钱之后 他的生意扩大不了 但生意能力的很好的现金流 他就是不停的买房子 所以你看老一代那些什么 黎巴嫩啊 希腊移民 动不动使会有二三十套房子 他就是这么来的 他们就是看准了这些事情 所以希望今天的话题能帮到你 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 不一定我觉得很多人能接受这一点 有什么事 咱们大家可以考虑 在下面留言好不好 您喜欢给我点个赞 然后点击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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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